大家好,我是Leo 大家好,我是Leo 先回來看2比2自圖師團戰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RIPER自製的比賽 好,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黃芳選擇的文明是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修理採集跟建造 都無可勝的加成 而且羅馬人的奴炮戰船 銀貫技術點下之後攻擊速度會很快 所以在遷徙這張地圖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傷害加成 羅馬人的後期經濟很強大的原因 所以可以轉出大量的百夫掌 或是軍團兵進行反次低了 而他的奴炮也是造價最便宜的奴炮文明 只要30黃金就可以安一台奴炮 而且他的奴炮還可以受益於彈道拳的效果 非常厲害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他的隊友 Jordan 他選的文明是達羅匹圖 達羅匹圖最大的特色是 漁船跟漁民的肉類的攜帶量是雙倍的 雙倍的肉量的關係 所以讓他在捕魚的方面 會有一些優勢 尤其是捕越遠的時候 帶回來的魚肉 就不用再來回兩趟 就可以一直捕更多的肉回來 達羅匹圖他的分級 也會給200木材 所以他在打封劍時代的時候 火戰團的數量 通常會有優勢於對手 還有這個... 城堡時代史 這個戰劍數量通常不會輸給對手太多 然後其實達羅匹圖人 還有這個烏之鋼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跟步兵 可以武士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例如用這個... 肉馬呢 還有這個劍兵勇士 砍敵方的時候會特別的痛 那後期的打羅匹圖呢 也可以打這個大象公兵 俗稱的象公 大象公兵呢 他可以等下拇指環 跟彈道雪之後 他的攻擊速度也是特別快的 那他本身呢 還有這個攻速加成的優勢 再配上銀貫技術醫療隊 可以讓自己的大象慢慢的回血 讓他的象公存活率會越來越高 這是達羅匹圖後期主要的打法 象公、劍兵勇士 還有這個肉馬工程戰象 都是可以考慮的範圍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亞美尼亞人 那亞美尼亞人呢 是這次三四王脈的新國民 他的海戰是比較優秀一點的 他的銀貫技術點下 自爆船的這個爆炸範圍 會增加33% 讓他變成自爆船最強的國民 那如果常看團戰的玩家們 應該知道自爆船這個單位 在團戰的海戰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單位 因為往往呢 只要不用到太大量自爆船 就可以炸爆一大堆的敵方戰艦 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效果呢 讓亞美尼亞人 變成海軍 應該是前三強 應該是跑不掉 而且他的戰艦呢 還可以變成雙方 變成多一發的這個奴炮戰艦 一次可以射出兩發 非常厲害 但第二發只有一滴血傷害 但是擊殺城塔 只要射多了 這個傷害就會痛 那亞美尼亞人呢 後期呢 也可以打這個劍兵勇士 一百血的劍兵勇士 血量非常的坦 後期也可以轉出複合弓箭手 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所以這場比賽 是有兩個文明士可以無視敵方裝甲的 算是蠻特殊的對決 那接下來看一下 綠色 選擇的文明是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的海戰優勢呢 是他的奴炮戰艦 在打海戰的時候 有這個攻擊速度的加成 非常多 那薩拉森人的買賣呢 也是遊戲裡面 買賣最不傷經濟的文明 但是有買賣就還是有傷害 所以 還是不太建議 使用買賣去升級 還是正常的開農方式 去升級會更好一點 那薩拉森人呢 他的駱駝也是血量最多的駱駝文明 還有這個著名的奴隸兵 現在奴隸兵的血量 可以高達133滴血 非常多血 讓他在生存能力上更好一些 那這一把會用到奴隸兵的情況 應該是只會遇到viper的時候 轉出百夫掌或是大象相公的時候 會考慮出 但是遇到相公的話 奴隸兵其實也不太好處理 因為人家的手更長 傷害更高一些 奴隸兵很容易被換光光 所以這邊選薩拉森人 主要是想在海戰取得一些優勢 可能打陸戰的時候 還是要轉強弩跟駱駝 進行壓制會更好一點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封箭實在會怎麼打 那這邊是打了三個碼頭 那白魄這邊也是三碼頭 三碼頭是比較好一點的 不管你待會是要爆戰艦還是要爆戰船 還有這個火戰船之類的 都會更快量產起來 好這邊戰艦有故鄉看到的樣子喔 白魄這邊戰艦已經看到了 先換了一發 但是對方是薩拉森人 戰艦互打 而且他有戰艦數量上的優勢 不太敢正面硬開戰 然後我們就是戰艦前期騷擾 但是防守都有做到 並沒有出現重大死傷 好來回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看一下前期的戰艦互換 好這邊三碼頭 出的這個戰艦數量 打魯皮圖人就是這麼的兇狠 六艘戰艦 後面還在補 這就是升級給兩百目的威力 給兩百目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少 其實在單跳或是團戰來說 兩百目其實對於自己的經濟 或是素產戰艦來說 有一定的幫助 並不會說是毫無功用的能力 那在陸戰的話你有這兩百目 你可以拿去開TC或是灑三片田 三片田給的經濟就已經很好了 好大概是對手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爆出了更多的戰艦 那這邊是有偷灑一片田嗎 對 他這邊有偷灑田喔 所以戰艦還沒到非常多 好兩邊開始在互換了 被換掉了一艘 算是8對9 好點完擊擊射 動物點下去了 好點掉了對方一艘 後面有補了繼續 9對9 好看一下有viper這邊 viper這邊戰艦數量來到了12艘對9艘 大家升任這邊戰艦數量比較少 然後這邊使用一艘殘血的戰線去吸引對方的火力 好點掉殘血的戰艦 好看起來viper這邊戰艦有點打出優勢來了 左右兩邊 現在是右邊有打出一個破口出來 私益帝國的海戰是比較殘酷一點 只要一旦打出了 往往可能再拉回來繼續打 這一點 打海戰真的是不太容易 直接點掉一村 好賺 直接把岸邊補一個村民給點掉 直接把岸邊補一個村民給點掉 好12艘 兩邊的戰艦差距開始慢慢拉開來了 mike這邊想要點掉對方的碼頭 拉了一隻村民過來修理 靠近射擊 沒有射到 mike這邊來到了15艘 OK 沙拉生這裏也是越補越多燒 開始有點被壓制回去了 修理一下 繼續補魚 兩邊都是一個小打小鬧 看起來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先來升到城堡斯大 看兩邊會怎麼打 好這邊閃掉了很多箭矢 嗚 是一般人的話這一招 戰劍喔早就已經沒了 居然還被他活了回去 繼續輸出 好 戰戒數量開始有點 被壓制回去嗎 也沒有 18艘對16艘 好升級上去 先升級是奴炮戰劍 結果等這邊升級 果然經濟優勢更好一點 好這邊一個戰劍互換 看起來戰戒數量是有點 小小受到了損傷 這邊Jordan等待的是二級射 還有弩炮戰劍的升級 對方一直想要跟他換 因為自己上城堡實彈 還有一段時間 能換多少就是多少 OK升級完之後 弩炮戰劍現在有 絕對性的優勢 不然是射程 血量 都是優於對手的戰劍 趕快一直往前A就對了 那薩拉森這邊也在升級了 弩炮戰劍 這邊會比viper還要早升級好 二級射也趕快補下 欸這裡按了一艘運輸船 結果幾點也沒有射好 直接跑到了前線 還好上面沒有在了 不然差一點就要傳彈了 這邊奴炮戰劍兩邊要開始互打了 但是薩拉森這邊有攻速加成的優勢 這邊viper能夠打得贏嗎 感覺有點偏困難 但是這邊是viper的碼頭出兵點 這邊繼續出兵 好像還是能夠有機會的打贏 這邊這艘戰劍想要吸引奴炮戰劍的傷害 但是沒有吸引到太多 viper是直接點了後方的戰劍 那這邊打的 數量來說是薩拉森這邊稍微落後了一點 但後面又補了更多戰劍過來 現在面臨對方的奴炮戰劍的攻速優勢 羅馬人 要打出優勢來 還想要點下銀罐技術才有可能 打得贏薩拉森人 這邊是viper比較難過的一點 OK 戰劍這邊互打 數量已經少掉了很多 本數一台火戰船 但是直接被集火點掉 攻速太快 viper的戰劍快要潰不成軍了 剩下少量的戰劍viper沒有要控的意思 在中間補下了一個大學跟馬舅 那對手呢 亞美尼亞人補下了城鎮中心 哇 果然海戰的部分viper是打輸了 攻速加成還是比較有優勢一些的 兩邊海戰就去殭屍當中 這邊亞美尼亞人的海戰 城堡時代開始就會比較厲害一點 但這個時間點 不會缺點這個自爆船 通常是比較少一點 因為這時候是要拼這個 戰劍的數量 喔 喔 這邊是要三艘船 還能控好嗎 哇 還在秀 哇 然後這三艘可以秀掉火戰船 好 這邊燒掉殘血了 殘血的燒一燒 剩下一艘你還要秀嗎 好 不秀了 好 這艘戰劍過去囉 好 右邊有六艘戰劍繼續過來 viper的中間戰劍 沒有繼續補的樣子 反正是在中間 開始開啟城鎮中心 沒有打算要繼續跟他纏鬥 這個戰劍的部分 那如果不打海戰的話 家裡的村民 可能伐木就會有困難 甚至要把村民運過去 會顯得更困難一些 所以這邊趁現在 左邊海域還是安全時候 趕快把更多村民運過來 那現在運出船沒有點航海激素 那是一顆技術關係 所以現在只能運五個人 非常少 好 亞美尼亞人這裡 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來撿了一個聖物 等亞美尼亞人天生會自帶一個聖物 所以他現在就可以產出 這個黃金的優勢 按了一隻戰鬥祭司 不只一隻 還補下了神聖思想 那Jordan是沒有打算要派戰艦去救viper 而是把這個戰艦 繼續放在家裡 去防守 那目前viper轉出陸地單位 兩隻肉馬 配上一隻騎士 這邊肉馬直接衝過來 看 老頭應該沒機會 哇 還被城市中心射死了一隻 小虧 左邊戰艦又再開打了起來 這邊戰鬥祭司去撿了聖物 這邊戰艦互打 互相開砲 看起來數量上 是 差不多 左邊補下更多的戰艦 右邊有更多的弩炮戰艦過來 哇 這邊是一個殺身後面戰艦 一起包夾Jordan的畫面 史詩級海戰又來了 這一場海戰會決定 Jordan有沒有上島的權力 主島的村民能夠運過去嗎 現在這邊已經被兩方夾擊 OK Jordan先解決掉後方殺身戰艦 前方戰艦還在想辦法處理 但是應該是很難處理掉了 好 MIP這邊戰艦也是全速倒地 海戰部分是由 AM戰隊拿到領先 但是入戰方面呢 Spike 開始進攻敵方城鎮中心 還有強化教堂 插了一根寶出來 開始壓制對手 好 哪裡開始村民出現了死傷囉 殘存戰艦拉到了後方 這邊轉出了一些火彈船 想要扛住正面的敵軍傷害 但後方戰艦數量還是很多 這邊要邊檢設物還要邊控海戰 雅密尼亞人這邊手速真的很快 好 那沙拉森人這邊也是開始登島了 補下了城鎮中心 從右邊開始發展了起來 右邊這邊有看到想要檢設物 但是看到右邊卻是沙拉森的基地 讓兩隻清潔冰過來解 喔 一隻兩隻 三隻老頭 哇 現賺三百金 Jodan的間諜已經全部被剿滅了 好 那我們就專線來看陸戰了 大概就是薩拉森人跟 亞美尼亞人的戰艦會封鎖 Jodan跟 Viper的全部的碼頭 好 這裡卜雷跟城堡做個對應一下 好 右邊卜了一根堡 直接想要插爆薩拉森人的領地 但這根堡插得有點危險 可能會來不及蓋好 但聰明直接被騎士暴砍一波 難寫著聰明被放出來 繼續蓋 好 但城堡還是蓋好了 這根堡可能會變道德堡喔 哇 尷尬了 這邊可以極限蓋 大家的一隻村民在這個射程範圍極限喔 繼續蓋得起來 應該是能蓋起來 當然要不要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有 後面沒有打算要補 好 這裡拿了一隻奴隸兵 想要去解掉後方這隻村民 但是空空看到後面有老頭 隨便放棄 直接用村民去著想 OK 四滴 這邊拉了一隻村民 要回頭去蓋 99.68 再敲一下就可以蓋好 OK 蓋好了 守村 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可以按 投石車 好 正前方 viper這邊村民 越撒越多農田 但是港口全面被封鎖了 本島的村民 只能在家裡伐木 不然就是要插劍塔 把這個木須礦好 拿去撒下更多農田 黃劍的部分也沒有辦法繼續挖下去了 這個是 打輸海戰的一個 致命問題 所以這個海戰中 誰拿到優勢喔 其實優勢會是蠻大的 經濟可以更好發展出來 所以不要輕易放棄海戰 這邊趕快轉出來是投石車 投石車趕快出來解一下 這邊衝車的問題 拿了一隻村民過來 這個角落開始修理 躺住 好 正前方 這裡補下了更多的強化教堂 繼續出老頭 亞美尼亞人這邊 並沒有爆出更多的閃爭中心 但是慢慢 繼續轉出先單位進行防守 那viper這邊呢 跟jordan 他們都是很正常的開農 待會羅馬經濟會非常的好 配上jordan的這個 大象 或是這個相公 或是這個 無知鋼 見兵勇士喔 都會非常的難產 而且 達魯皮圖這邊喔 生見兵勇士 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上到地獄時代 看到見兵勇士的機率 會再更高一些 好 這裡趕快 繼續修理城堡 一隻村民去修 聽說這根堡應該是打掉 好 這裡再補了一個新的 城堡在左邊 想要用兩根堡 拆掉羅馬的城堡 好 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跟拇指環 還有 品種 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戰鬥祭司 開始拆除 外圍的東西 哇 這裡還在補強化的教堂 真的不補城鎮中心嗎 這是什麼 亞美尼亞戰鬥祭司 瘋狂暴 哇 戰鬥祭司這邊血量來到125滴血 精灌技術已經補上 直接運戰鬥祭司上島 家裡沒有修道院 沒有辦法去防守戰鬥祭司登島進攻 好 再來一次 WP2的相公已經出來了 相公對上複合弓箭手 相公會有決定性的優勢 好 地方實在成績好 救星托司機已經開始組裝起來 戰鬥祭司上島開始進攻 哇 這邊死傷慘重 Jordan這邊經濟可能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傷 而且已經沒有城鎮中心了 他這邊滴掉城鎮中心 是可能他快捷劍 是不想要選到這個島上的城鎮中心 所以才把他滴掉 最近看到一些高手的畫面 他們的 都是用這個閒置城鎮中心快捷劍 去做這個產村民的動作 好 這邊沒有直接放棄 而是有稍微防守一下 用這個防禦箭塔 好 這邊有彈道學設很準 好 後面再補了一根塔 好 右邊的城堡解交之後 努力兵配上巨型托司機 從右邊開始進攻過來 但是Viper跟Jordan 還在努力進攻正面的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這邊組成是 復合復劍手 配上老頭的一個策略 好 這邊拆除掉了 劇情托司機 後方火炮偷打一下 但是火炮可能要被城堡解掉了 前方的火炮沒有控好 冤家裡一直在瘋狂BBQ 打一個多線關係 東西沒有辦法控好是正常的 好 盾前方的強武 唉唷 把船射掉 這是帝國很神奇的地方 箭矢可以射沉船 不知道射沉盾的弓箭才可以把他射沉 好 上面的 戰鬥祭司也是出來扛下 肉馬的部分 但是戰鬥祭司吃到肉馬的傷害 也是會有外增傷的 所以戰鬥祭司打肉馬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左邊駱駝過來救一下 看起來兩邊有點僵持住 但現在薩拉森人跟亞美尼亞人 現在有經濟上的優勢 本島的經濟發展非常好 雖然到了這個祖島上 並沒有發展得很好 但經濟本身是不錯的 只要有這個產能建築 就可以產出更多的單位出來 所以不用太擔心 這個本島上腹地少 腹地少沒有關係 但要這個軍事建築物 繼續產能下去就可以了 好 現在是強盧配戰樓 好 戰鬥祭司慢慢拆除掉所有的防禦箭塔了 防禦箭塔現在是最後一根 家裡的祖島 這個本島已經沒有 特命了 奴隸兵這時候出來 血量來到133滴血量 血量最多的奴隸兵 在這個歷史上奴隸兵應該是 現在這個時候 是最多血的時候 好 這邊有強盧配戰毛 那以前的戰毛兵打奴隸兵 是有額外增傷的 但現在他的裝甲判定 已經不是馬弓了 所以奴隸兵現在不怕戰毛 算是少了一個天底 還算不錯 好 前方的城堡被拆除 奴隸兵到處亂竄 現在白鵬河決定他們要先攻擊右邊 他們覺得亞美尼亞人很威脅性不大 先把奴隸兵給擠掉 會更好一些 這邊是三個城堡 配上六個馬舟 白鵬河這邊轉出的是大量的騎兵 那騎兵單位對於 敵方來說奴隸兵是一個好消息 他打騎兵單位的額外增傷非常多 好 這邊的一個混搭 被大洛馬配上奴隸兵的一個包夾 直接解掉了前線 左邊巨型投射機架的起來 是為了要把騎兵拿去營救一下左邊的巨型投射機 結果右邊直接被打趴了回來 尷尬 想要左右開攻 結果右邊爆炸 左邊有稍微推進去 能延續攻勢嗎 炸身下方的奴隸兵也過來拯救一下 奴隸兵開始發揮作用了 把這邊強奴隸打到有點不要不要的 奴隸兵在左邊也守下來了 讓白盆的所有的騎兵不破側 用自己的老頭去招搶奴隸兵 效果其實還不錯 好 騎士想要過來救一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但是 有機會嗎 還有兩隻騎士在砍 剩下69滴 好險 下方的奴隸兵的基地也快沒有了 但是Biper他們的分數還是相當落後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相當成功的感覺 左邊這裡是打得很成功 但是右邊煞聲開始步步推進了 推進的越多 讓Biper他們就更不好打 反正這邊是想要展出一些戰劍 去把自己的海運拿回來 看起來要拿回來也是偏困難 家裡的鐵也沒有辦法正常灑 這是亞美尼亞人中間的最後一根城堡 後邊的奴隸兵跟大肉麻還在亂竄 就去擊殺掉島上的村民 但是以腹地來說 還是Biper他們偏為優勢一點 但是亞美尼亞人的劍兵有事 準備要升級上去了 還好現在WP2還有強弩可以防守步兵 好這根城堡 就是城堡強化教堂 裡面裝了非常多的東西 而且三個生物可能都要被偷走了 哇三生物帶回家 老頭出來 老馬 老馬沒有去追 追一下追一下 OK 最大問題還是右邊這裡 右邊的大樓馬配奴隸兵這個組合 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的 大樓馬可以阻止對方的老頭 而且也不用黃金 當作坦克相當好用 後面再使用奴隸兵進行攻擊 後期的薩拉生人主要的打法 是打這個奴隸兵 還有配投石車 他的配重也是傷害非常高 打對方的強弩或是大量的戰毛兵 相攻都會特別厲害 或是可以轉馬弓 或是打這個駱駝都可以 而且薩拉生也有火炮大衝車 後期的科技可以說是相當完整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白血劍兵勇士已經升級好了 接下來痛苦的會是viper他們嗎 這個組合相當不好打 似乎viper這邊要轉一些奴炮出來喔 幫忙串燒一下步兵的部分 好 強弩這邊高打的傷害非常優秀 射掉了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但是一發一支單位 直接點射後方 努力兵 努力兵的數量被點掉了一些 白血劍兵勇士還是扛不住 38隻的強弩數量 直接被射爛 這邊強弩射得很開心 好 前方軍型偷襲 可能也要被拆掉 這一波對手進攻 有點沒有整理好思緒的感覺 送了一堆兵給強弩射掉 這一圖強弩已經射掉了53隻的單位了 好 相防亞美尼亞人從陣起舞 蓋了更多的軍營 想要來反撲一波 好 卡弩數量來到了50隻 下方劍兵勇士的問題 只靠重裝騎士能夠解決掉嗎 後面有插一根劍塔 但被發現了 好 正面的奴隸兵 開始往前 還有大陸馬想要做個包夾 但是後方有大陸P2的槍兵 槍兵直接堵在後面的防線 奴隸兵上前 但第一次攻擊是後方奴隸兵 奴隸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剩下7隻 但是強弩跟劍兵勇士 接近了 劍兵勇士開始貼近了強弩 強弩開始被劍兵勇士爆打一波 這波要繼續撤退 劍兵勇士繼續咽了過來 待會這邊的黃金失誤不夠多 海岸雷鞋肉馬開始往前補 重裝騎士想要扛住正面 但是後方奴隸兵的傷害實在太高 但劍兵勇士直接包夾也不用奴隸兵了 哇 這一波有點節節 拜託了 要是這裡有奴炮 串燒的話有多好 這邊直接開串 哇 怎麼辦 怎麼辦 白血劍兵勇士加上大洛馬 好像要拿下viper跟jordan了 達魯皮圖跟羅馬的聯動 似乎打入戰 越來越被逼退了 好 這波勉強扛下來 但喬弩的數量還有29隻 這時候如果有薩拉森的重頭 跟配重砸下去 直接遊戲結束了 好 後方家裡也是被弄了一波 道羅馬到處亂砍 現在道羅馬已經三攻三防 砍出你只要四道 非常的快速 好 前方的長弩繼續進攻 這邊之攻有點慢慢反推回去嗎 好 前方的長弩繼續進攻 這邊劍兵勇士太多了 而且血量都是一百滴血 現在要射攻這些步兵 需要一點時間了 而且人家的步兵造價也是很便宜 好 後面轉出了衝車 可以在後面慢慢頂掉一些建築物 這邊劍兵勇士上前直接直接前方的所有的縱裝騎士 劍兵勇士往前走 讓這邊的強弩有點沒有辦法 扛得住亞美尼亞的劍兵勇士數量 白血劍兵勇士是這樣子用的嗎 獨腦往前瘋狂A 好像有點東西耶 好 後方薩拉森人轉出大衝車升級 開始往前隨便亂頂 自己的腹力越來越多 亞美尼亞人賭下了更多的劍兵勇士 繼續往前推進 後方強弩 擊殺數已經來到非常可怕的數字 140隻的單位 哇 擊殺快要150了 突破150了 太可怕了 這一頭強弩撐了很久 但是白河這邊還在用重裝騎士幫忙扛前線 阿貝爾可能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重裝騎士就是他的極限了 最近現在一根寶都沒有 那如果這邊出弩炮的話 他可能也是擔心殺身會出火炮之類的 但出重裝騎士 要扛住奴隸兵也是相當困難 好 但打沖車的話效果就非常好 迅速收掉了一台沖車 下方劍兵勇士 直接突破重圍 反而這邊有圍起來 但是被劍兵勇士砍爆 劍兵勇士直接從後面攻擊 前方的強弩也趕快往後撤 後面的重裝騎士想要幫忙砍 但是奴隸兵太多了 奴隸兵打重裝騎士的傷害死在太痛 哇 強弩直接被逼到了最後方 這邊是踏騙了這一邊區域的農田 農田都不能再正常的運轉了 後方的農田也是撒了很多 但是要繼續扛下去非常的困難 這邊包夾 這邊兵勇士最後的波紋 打下了GG 哇 Jordan這邊最後是出了170隻的強弩 大洛瑪出了202隻 那一坨強弩居然射掉了150隻以上的單位 太可怕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薩拉森人拿到了 9萬億的資源 其他資源的話都只有一些些 就差不多 薩拉森人後期的經濟 應該是贏在他的腹地 還有這個捕魚的優勢 這個島上都是農田 經濟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傷 那亞美尼亞人 則是左邊發展又被推回去了 所以經濟來說 跟Viper他們是差不多的 而且這邊島的經濟也沒有到非常好 那薩拉森這邊獲到非常多的土地 那他自己經濟非常好 還到了Viper原本的本島去挖黃金 那左邊這個地方也是被都更殆盡 所以Viper跟這個Jordan 經濟上其實沒有到很好 所有的經濟都在這個地方 如果這邊經濟也保不住 就只能打出GG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